Hello,我是Cal,很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當你的手機快沒電的時候 你會感到焦慮和不安嗎? 本集和你分享,手機快沒電了 用英文怎麼說 手機快沒電,這種情況在我們生活中應該會經常發生喔 我們首先看第一個表達 run out of juice run out of 是表示用盡或是耗盡的意思 juice 本來是表示果汁 但是注意一下這裡是一個非正式的用法 也就是juice 也可以表示electricity 也就是電的意思 所以run out of juice 也就是沒有電了 例如 My cell phone is running out of juice 我的手機快要沒電了 除了用這個用法之外呢 你還可以用另外一個詞,也就是die 大概注意一下這裡並幕式表示死去的意思 它可以表示手機即將處於耗盡的一個狀態 如果你的手機死機的話 我們一般會用frozen frozen是表示凍結的 所以你可以說 My cell phone is frozen 也就是我的手機死機了 那在這裡,我的手機將要沒電,快沒電了 我們會用be about這個ping 所以你可以說 My cell phone is about to die 那除了用這個詞之外呢 你還可以用它的形容詞形式 也就是dead 這裡也可以表示即將處於沒有電的狀態 所以這句話你還可以說 My cell phone is almost dead 也就是我的手機快要沒電了 第三個我們可以說 run flat或者是run low run有表示運行的意思 flat是表示平的 也就是現在是處於很運行很平緩的一個狀態 而low是表示低的 運行很低的一個狀態 同樣表示手機快要沒電了 那這裡注意一下 一定是你的電池運行很平緩 或者是電池運行很低 所以這裡我們可以說 My cell phone's battery is running flat 也就是我的電池已經處於很持平的一個狀態了 或者是 My cell phone's battery is running low 也就是我的電池現在處於很低的一個運行的狀態 也就是我的手機快要沒電了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來做一下總結 如果說你的手機處於死機的狀態 你可以說 My cell phone is frozen 那如果是它很快就要沒電的話 你可以說 My cell phone is out of juice 或者是你可以用帶這個詞 My cell phone is about to die 或者是 My cell phone is almost dead 那最後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Run low 和 run flat 這個片語 所以你也可以說 My cell phone's battery is running flat 或者是 My cell phone's battery is running low 好的,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區補充和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按讚和分享 因為小提示會不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或是關注我的頻道 這樣才不會錯過之後的任何一期哦 我是Calvin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我們下期有空再會咯 Bye Bye